可是这影视剧的编剧 为什么总把它描写成那副模样呢 那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哥们这辈子 可是没少办混蛋事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咱们九子夺狄这个系列 是真接近尾声了 我个人不太确定 咱们在这个故事的结尾 到底讲不讲那位 最终的胜利者雍正皇帝 因为这九子夺狄最后的胜利者 他就是雍亲王印真 所以他也是咱们这部书的书胆 这个雍正皇帝 在九子夺狄当中的故事 咱们讲其他皇子的时候 已经聊得差不离了 当然了细节方面的故事 还是有很多的 讲不讲呢 在您 您帮我抉择一下 您要想听 咱们公平上表现一下 然后我自然就是麻溜的写稿 讲给您听 那么今儿个呢 咱们讲九子夺狄当中 出雍正皇帝以外的最后一位皇子 这位皇子是谁啊 这就是敦郡王石爷印娥 我倒是觉得啊 这影视作品的编剧导演们 都是一磨子 他们不约而同呢 都把这石爷印娥呀 描写成憨傻笨呆 其实不然呢 这真实的印娥呀 他长成这个模样 您看啊 他和那个宜亲王 石三爷印祥 这哥俩呀 长得还是挺连相的 从这画像上看啊 倒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主 可是这影视剧的编剧 为什么总把它描写成那副模样呢 那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哥们 这辈子 可是没少办混蛋事 那么具体上都是些什么事呢 咱们呀 一会在故事中 一样一样给您掰扯 咱们要是说到这印娥的出身呢 那可了不得了 这康熙皇帝的众皇子当中啊 有两个人出身是最为显贵的 一位呀就是老二太子应仁 还有一位呢 就是这老十 敦郡王 印娥 那么说了 都是皇上老爷子的儿子 这皇子的出身 还分高低贵贱吗 分哪 这呀就得看 姥姥家的实力怎么样了 太子爷呀 是贺舍礼皇后所生 那贺舍礼是啊 那了不得了 因为那是康熙皇帝 吹吹打打的 从大清门抬进来的 正宫国母皇娘 哎 嫡皇后啊 那是大学士一等宫首辅大臣索尼的亲孙女 这印娥的亲娘啊 也挺厉害 谁呀 温西贵妃 纽姑路是太师果义公厄比龙的贵女 这厄比龙啊 也是康熙初年的辅政大臣 不但如此啊 康熙的第二任皇后 孝昭仁皇后 也是厄比龙的贵女 是这温西贵妃的亲二姐 所以说呢这其他皇子的姥姥家呀 跟这二位没法比 他们的姥姥家呀 多数都是内务府大臣 大不计呢 也就是个外放小官 在甚至康熙朝 赫舍礼氏 索尼他们家呀 属于是朝廷的新贵 是靠自己的学识 办事能力 以及对皇家的忠心 才取得了皇上家 对他的无比信任 才有啊 把自己的闺女 嫁进宫 当皇后的殊荣 厄比龙他们家的情况 可就不一样了 厄比龙的爹是谁啊 是纽葫芦 厄一都 是清初开国五大臣之一 那会儿的开国五大臣 牛了去了 皇上家有什么事 哎 您像那个 努尔哈赤 皇太极吧 遇到事了 不敢命令人干嘛 都是跟人家商量去 并且这厄一都 他们家纽葫芦市啊 和这个爱心绝罗市 联姻非常平凡 内卷啊 非常的关心密切 千丝万缕啊 宅都宅不开 您就说这老实印额吧 他们家呀 是爱心绝罗市 姥姥家呢 是纽葫芦市 您往上倒去吧 这倒着倒着呀 您就该乐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老实印额呀 爷爷的爷爷 和老爷的老爷 他是一个人 都是谁呀 都是这努尔哈赤 您就想去吧 在联姻方面啊 这两家的关系 他密切不密切 就因为有这层关系 和这么显赫的 姥姥家的背景 所以这老实印额呀 早早八八的 就被封为了郡王 康熙48年3月 被册封为敦郡王 常听我说的朋友都知道啊 那年啊 封了一的堆的皇子 比这老实啊 爵位高的 咱就不提了 比他低的 有这么几位 咱就说这八爷党里边吧 灵魂任务 八爷印寺 当年啊 只是个贝勒 并且啊 还是先被废 后来呢 又扶正了的贝勒 关于这九爷 十四爷呀 那可都是贝子身份 封完爵之后啊 当时关系和老实 非常要好的老九 都犯了红眼病 说呀 他们高封了一级 我们低封了一党 那不用问啊 说高封了一级的人呢 那荷定 说的就是这老实印额了 所以说呢 我个人认为这老实 之所以成为八爷党的成员 那很有可能是因为 八爷党的人 认为老实 是一个有靠身 腰杆子硬的皇子 所以呢 才有意拉进自己的集团当中 至于这关系好嘛 这老实啊 远远没有老九和老十四 与八爷交后 康熙四十七年 因为推选太子的风波 老八印寺啊 受到了牵连 被康熙皇帝治罪 在一旁啊 苦苦哀求的是老九老十四 陪伴在身边共患难的 还是老九老十四 可没见到这十爷的身影在哪 要说这十爷呀 还有点毛病 哎 就是财黑 要说这康熙皇帝 可是早早八八的 就给老实安排了工作 而且这工作呀 还相当的不错 老实啊 是整个整皇旗的旗主王爷 康熙五十七年 老皇帝让老实啊 办理整皇旗事务 这个整皇旗啊 是包括整皇旗满洲 整皇旗蒙古 和整皇旗汉军 您想啊 他这么大的权力 手底下能没漏吗 这又是王爷 又是旗主的 这封地自然就多了起来 这封地上的产出啊 应该是这样的 大部分呢 要交到朝廷上 入国库 少部分呢 要交到内务府的内库 剩下的才是 结余到自己身上 老实啊 拿出蒜门一扒了 觉着自个儿吃亏了 因为上交完了国库 和内务府的内库之后啊 自个儿啊 没剩多少 于是呢 他就动了动脑子 国库啊 少交点 内库干脆就不交了 哎 这样呢 每年自个儿的收入 不就多起来了吗 当年啊 在户部有个小官 做人呢 非常正直 非常看不上 石爷这种做法 这个人是谁啊 这个人呢 就是 李卫 虽然电视剧里的李卫啊 和真实的他啊 是有出入的 但是啊 这坏劲啊 可是 没说错的 当时啊 李卫只是户部的 一个无品小官 每年啊 这敦郡王 交来他的土地税入库 您别看呢 这李卫他官小 他主管这事啊 这李卫呢 就发坏 都不着急啊 把这些银两入库 都是啊 在上边 贴了一个大大的纸条 上面写着呀 敦郡王盈余 意思是说呀 你瞧了吗 这敦郡王石爷呀 把这剩下的 撒瓜俩枣 交来入国库了 这一连几年啊 这老石 在群臣的眼里 这点子 王爷的威风啊 扫的 算是差不离了 这老石一琢磨呀 还是算了吧 该怎么交啊 怎么交吧 真要是让爸爸知道了 查下来呀 那也是件祸事 不光如此啊 这老石啊 还欠着国库的亏恐 这回遇上的横主啊 不是李卫了 是老十三 雍正登基以后 十三爷 疑亲王印祥 主理户部 第一件事 就是清查户部 各级官员的亏恐 当然了 现在拿这帮王爷开刀 首先呢 就查到了老石 敦郡王的头上 要钱 没有 得嘞 这疑亲王啊 还不跟你废话了 直接啊 把老石的财产贴正封条 法院拍卖了 便卖出银子来啊 气着咔嚓 倒是没用老石操心 就把这国库的钱啊 还上了 我想啊 官大一级压死人 本来这十爷又理亏 再者说了 这十三爷正是 雍正年的红人啊 我想这老石啊 也只能是 暗期暗憋了 老石不但贪财 而且啊 做事不密 雍正初年 老九印堂 被发配西北军中 和在京城的老爸老石 在马兰玉的老十四啊 经常有书信来往 这种书信呢 他们当然是不想 被别人看见了 尤其是啊 怕以后这雍正皇帝找茬 翻出这些信来啊 那就是把柄 就是口实 所以呢 他们就约定好啊 这种信件啊 月后即焚 就是啊 看完了 赶紧烧了 也不知道 这老石啊 是怎么想的 很多关键的信呢 他就没收 咱们大伙都知道啊 他有抄家那天不是啊 这家一抄啊 信呢 自然就落到了 朝廷雍正皇帝的手里 您想想 他能好的招吗 这些个信件呢 都是九爷 从西北军中寄过来的 这一下子 又给这九皇子印堂 这二十八条大罪当中啊 又添了一笔 印额的妈妈 是温惜贵妃 您要说这妈妈身份高啊 这印额的媳妇啊 身份也是够高的 石王妃啊 是蒙古贵族出身 乌尔景 是个蒙古大喇嘛 是位活佛呀 这位活佛呀 是位皇教的高僧 那他怎么跟康熙的关系这么好呢 当年啊 这康熙皇帝 讨伐格尔丹的时候 大喇嘛就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说服了蒙古诸部 放弃格尔丹 归顺了康熙朝廷 自这以后啊 这康熙皇帝和这大喇嘛的关系啊 就非常的密切 康熙皇帝北首的时候 经常接见大喇嘛 佛爷呢 也经常来北京 看望自己这位皇帝小老弟 就在康熙61年的时候 这在草原上的大喇嘛 听说 怎么着 皇上驾崩了 不行 我得呀上趟北京 在皇上的这个灵鹫前呢 我得酷两声 拜计一下 我这位好朋友 这说来呀 他还就真来了 好家伙 这大喇嘛 八十多奔九十的人了 在这儿啊 家气伤寒 在意伤心 个儿老乌 尿西了 刚登基的庸正皇帝 一想 这哪行啊 这得派人 把这大喇嘛的灵鹫 护送回蒙古啊 谁去啊 哎 他就想起这老实 敦君王来了 首先说呀 他这身份够 执掌这上三级 整黄旗的敦君王 并且呀 他也是整黄旗蒙古的旗主王爷 这还有一重身份呢 他又是这蒙古王爷的 孤老爷子 人瞧 无论是身份地位啊 还是他这个亲戚关系 跟蒙古王公啊 这老实 都说得上话 那雍正爷就说 那弟弟 这事就托付你吧 你去把这大活佛的灵鹫啊 护送回蒙古吧 这老实啊 先是满口应许下来了 就接了这个差事 可是也不知道啊 他哪根筋抽抽了 望北走了 极北里地啊 他后悔了 不愿意去了 到哪了呀 这会儿啊 刚到张家口 这护送大喇嘛 灵鹫的队伍啊 他不走了 老实就跟朝廷说呀 不中了 我病了 我一开始啊 这雍正皇帝 还没拿这事当回事 那想 那你要是病了 你一王爷 对吧 你在这张家口多住两天 把这病啊 养好了 您得去 谁想啊 这老实啊 他还真善脸 在张家口一住啊 就是好几个月 没见动静 他就等着呀 这朝廷一道旨意啊 把他招回去 这差事啊 他不愿意干了 在这期间 他还有个事 让这个地方官员 举报给了朝廷 他干嘛来着 这老实说呀 我这病啊 大夫是看不好了 所以啊 我得记住点 先术 于是呢 他就做了一场法事 要说呀 这事它不是什么大事 这满族人嘛 本来就信萨满教 很多的时候啊 这病是不治的 都是找来这个 萨满教的大萨满 跳两段鲜舞 哼两句神调 这仙一来啊 病就好了 这好不好的呀 咱们在这不好说 反正啊 这流程是这样 可是这 好死不死的老实啊 在这做法事的记文当中 提到了好几次 新君雍正 你提到皇上啊 本来就是大不敬 还敢在皇上前面 加上新君 哈 这满不合规矩啊 皇上就是皇上 不分心的老大 单凭这个罪名啊 可能这十爷 还倒霉不到最后那样 好家伙 这举报的人高了去了 他跟这皇上说呀 十爷 在这个祭祀活动当中 叨叨念念的 总提到您 我没搞不清楚 他是不是 眼镇您的呀 康熙47年 老大印之 眼镇太子的事啊 现在还历历在目啊 就是因为这点事 导致了康熙47年的 一场功变 那虽然不是兴风雪雨呀 那也是惊心动魄呀 皇上一听就烦了 得 这蒙古啊 你还别去了 这差事我用不上你了 给我弄回来 直接把老实的案子呀 就交给了新任廉亲王 印刺 哈去 这皇上啊 他损了去了 八爷 审八爷党 倒要看看你啊 对你的党羽 公正不公正 老八呀 也是没主意了 这抗旨不尊 又对皇上大不敬不说呀 在家里又翻出了 跟九爷的密信 最后啊 也只好咬着牙 把自己这位同党 判了一个 消绝圈禁的罪 很多人认为啊 就是因为老实的背景 强大着雍正皇帝 才没对他下死手 其实您仔细想啊 他不是镇马的事 像老实这种货色呀 他对雍正皇帝的皇权 不会构成威胁 这雍正皇帝呀 他也不是 嗜血成性的魔王 你既然对我没有威胁呢 我也大不必把你弄死 这老实的圈禁生活呢 还是相当不错的 朝廷对他也是好吃好喝 好代诚 并且到了乾隆二年四月份 乾隆皇帝还下旨 就把他这十书啊 给放了出来 不但如此啊 还给了一个 辅国公的爵位 到了乾隆六年的头上啊 这老实轰事了 乾隆皇帝呢 还授意管着宗人府的 十二书允陶 按着这个被子的礼仪 安葬了他这位十叔叔 为什么说这十王爷 他没受着罪呀 冯其立先生啊 写的一本书 叫《寻访清代王爷坟》 那里边提到十王坟的时候 说这十王爷入葬的时候 这十王坟啊 有五百亩那么大 所以说您别看着老实 被圈禁了这么多年 在经济上啊 他是挺宽裕的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啊 就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要是能和我留言互动 那您将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天不早了 咱们之后到这 拜拜 拜拜